各位朋友 從今天這支影片開始 我要嘗試的用直立的方式來拍片 用直立的方式來拍片 其實有幾個好處 就是我Youtube影片可以用 然後Youtube短片 就是那個... 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了 Youtube的那個極短片也可以用 還有就是可能之後這個抖音 也可以用 因為用橫式的拍法 這個抖音會顯示不完全 所以從這支影片後 我應該都會用直立的方式來拍一拍 這個紀錄 其實也不是說什麼很專業的狀態 大概紀錄一下 那麼現在是4點45分 我剛上學 那目前在乘車路山段的一個巷子裡面 然後我正在慢慢的往這個明泉溪路 往這個明泉溪的方向走這樣 那今天呢 當然是有這個基本業績要去達成這樣 我給我自己預設呢 就是這個... 17趟 但其實我是希望能夠跑到這個20趟 這樣我明天禮拜一就不用跑得太辛苦 這樣 因為我的目的其實就是 我明天能夠拿到這個 週末的這個夾日燙獎 就好了 明天拿到這樣 那... 明天上來說 其實我會採取用這個 分配的方式來跑 這樣子 那其實明天的業績會算到下禮拜去 所以其實我也有在思考 是不是明天努力的跑 那今天順順的跑就好了 所以假設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去思考的話 那麼... 今天我只要跑個16趟就可以了 為什麼 一跑16趟的話就是30趟 那明天再跑20趟就可以了 不過... 就怕明天跑不到20趟 這樣子 可是齁 按照我之前的這個過往的經驗 其實... 其實禮拜一要跑到20趟 其實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反正這個... 禮拜五... 一個禮拜禮拜五的業績 是最差的好像 所以... 那今天反正我就跑一跑 然後這樣子 然後... 先朝16趟前進 若是有超過再思考 到底是... 要繼續... 還是... 這個... 順其自然 這樣 喔... 這位夥伴 常常都會把車停在這邊 然後再坐捷運回家 這樣 這台車其實是不錯啊 正裝的電動車 前後都有避震這樣子 電池很大顆 電池號稱這個電輔助 電輔助力可以跑70公里 其實是還蠻棒的 其實蠻棒的這樣 所以我其實一直有在... 物色下一輛的這個... 車子 到底要買哪一台 正裝的這一台 也是我的這個... 選擇之一 選擇之一 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就慢慢的往這個老地方前進 看看我這個開市單 能不能順利拿到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接到我的開市單 其實是第二單 剛剛第一單我沒有接 因為它3.5公里 然後61塊 這樣 啊... 其實喔 看到3.5公里 我就有一點興趣缺缺 因為我今天也是給我自己設定 就是... 3公里內 3公里內 這樣子 或者是價錢合理這樣 剛剛3.5公里 我就覺得 嗯...這個61塊 有點弱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決定放棄 那後來接了一單呢 1.5公里 1.5公里 雖然說只有40... 欸... 好像是42還是43塊 但因為就1.5公里嘛 那這個我就可以接受 啊... 然後... 現在呢... 這個... 開始有點下這個... 毛毛雨的感覺 哎呀... 希望你就這樣子 一滴一滴 慢慢滴就好了 不要滴太大滴啊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個巷子裡面 那... 剛剛呢... 就是... 送餐送到後 系統馬上又要丟一單給我 不過... 5公里啊 5公里91塊錢 這樣 那... 其實看這個價格 是還蠻心動的 但是... 其實我今天就預設 就是... 直接3公里以下 這樣 那既然直接3公里以下 那我這樣就把它鋸掉了 那那個... 就讓別人去送吧 讓別的勇者去送這樣 好啦... 那我現在慢慢的再騎回那個老地方 看看有沒有單可以接 好啦... 我認為啊... 今天這個單應該不會少啦 這樣... 因為我剛剛就是... 呃... 才這個... 關掉錄影之後 然後系統馬上進一單給我 這樣... 2公里... 2公里45塊錢 那這個我... 可以... 沒有問題... 3公里... 3公里以內... 價格合理... 我都沒有問題... 這個我都接... 這樣子... 好啦... 那麼... 現在去取餐了... 這樣... 好的...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永剛街的一個巷子裡... 我剛剛把手上最後一單送掉... 這樣... 那其實我今天原本要跑17趟... 但是我剛剛又... 啊... 這個系統又丟了一單給我 這一單實在是... 近的不得了... 0.5公里... 然後呢... 40多塊錢... 接不接... 當然要接喔... 這樣... 那一單... 0.5公里... 40多塊... 啊... 其實基本上來說... 大概就是基本價啦... 啊... 啊... 那我送的還蠻爽的啦... 因為真的很近... 啊... 巷子頭... 領... 然後送到巷子尾... 盡得不得了... 所以我今天就總共送了18趟齁... 好... 那18趟的話... 就是... 呃... 我的這個燙獎就是... 呃... 明天只要再跑18趟... 那我就可以完成燙獎這樣... 那我是打算把這18趟留給明天跑齁... 啊... 因為明天要跑18趟其實是... 也是還蠻easy的事情啦... 啊... 那... 主要是擔心... 我還是今天跑太多... 明天... 可能一下就要回家... 那樣... 感覺... 啊... 感覺就不太好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是已經下線了... 啊... 今天跑這樣子... 基本上來說還算OK... 因為今天我真的是挑單挑超大... 今天基本上來說... 系統算是... 有一點點小無縫... 所以有一點點小無縫... 意思就是說... 其實... 沒有到完全的無縫... 但是... 單跟單之間... 其實時間差不會差太久... 大概差不多... 一分鐘... 兩分鐘... 那... 其實都還蠻快就進單... 只是我... 碰到那種... 比如說三公里以上... 我就全鋸掉... 這樣... 啊... 然後都盡量接什麼... 啊... 一公里... 兩公里啊... 這種的... 然後... 二點多公里啊... 大概是這種... 那... 價錢其實就... 大概就是一個... 合理的範圍啦...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你知道... 大概也不會有什麼破敗啊... 這樣... 那... 五十多塊錢... 六十多塊錢... 確實是有啊... 那... 這個就是被鋸單的... 哈哈... 哈哈... 哦... 因為它... 行程很短... 哦... 然後... 結果... 這個... 價格... 看起來還蠻漂亮... 那應該是被鋸掉的... 哦...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廢話不多說... 現在才... 兩分鐘八點... 哦... 我是打算要... 把這個... 我的這個... 剩下的... 這個... 燙翅... 放到明天旁... 不然我怕我明天... 我有跑超過... 這是... 下禮拜... 的這個... 呃... 燙翅數量又增加... 哦... 那我會受不了... 這樣子... 所以我就... 還是要稍微小心分配一下... 會比較好... 這樣... 那... 我目前其實... 呃... 這... 這一陣子跑下來... 我就給我自己大概抓... 啊... 其實順順的跑... 哦... 順順的跑... 只要不要胡搞瞎搞... 然後也沒有被系統胡搞瞎搞... 啊... 一個禮拜要跑出... 一萬塊台幣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 這樣... 啊... 就是... 跟一些... 騎腳踏車的夥伴... 大家互相... 勉勵一下... 這樣... 啊... 其實我現在也會開始... 其實不能講開始... 我已經好... 好一陣子... 只要在路上看到騎腳踏車的夥伴... 我都會打個招呼... 這樣... 啊... 希望大家就是... 我們互相打個招呼吧... 這樣子... 雖然可能我們不是... 啊... 也不認識... 但是... 本則大家都騎腳踏車... 這個... 跑Uber Ease... 啊... 就我們... 就來個友善的招呼... 這樣子... 啊... 那我也是希望能夠... 就是在路上見到越來越多... 騎腳踏車... 啊... 跑Uber Ease的夥伴... 這樣子... 把系統... 啊... 揚起來啊... 讓系統習慣... 啊... 我們腳踏車也是可以跑得不錯的... 好啦... 那... 接下來就... 我也摘不到回家... 明天繼續...